因为江南现代就是指出去苏北的江浙户 安徽人 江西人 甚至湖南人 再怎么不甘不愿不服 现在的江南都和你们没关系 甚至古代的江南也和你们没多大关系 因为古代你们大部分都还在讲无语呢 现在安徽江西讲无语的人已经缩小到非常小少的地域人口了 和江浙户的人文习俗更是差得很远 同样以前讲无语 现在讲江淮官化的南京、扬州、南通、泰州却被认同是江南 是因为人文仍然相近 苏北为啥被排斥 不仅是因为语言 而是人文也差太远了 在江浙户显得非常格格不入 而且苏北可不是说着北 不仅语言、饮食、习惯、认同感都很北 你说南京人是北方人 南京人没一个会乐意的 但苏北人就不会觉得有啥 反而可能还点点头 按照我大中国的南北划分 以秦岭淮河为准 苏北也是真的北 所以显然苏北是江北 和江南完全扯不上关系 今天属于被迫和苏南捆绑 又被迫被苏南代表 和江浙户粘在一起了 实际上 苏北更亲山东 历史上徐州连云港也是属于山东的 话题转回来 历史上被誉为江南时期的安徽、江西 与现在的安徽、江西 还有多少关系呢? 人文语言习俗都天壤之别 地当然可以说是江南 人呢? 但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是指地吗? 当然不是 更多的是文人默克对美好事物的追捧 需要有个符号 把相似的才子佳人 美食美景进行个统一 好写进诗歌文书里 然后才延伸出所谓的江南道 江南省 现代的江南同样如此 它是个文化符号 江南这个词并不会让人变得有钱 并不会让冠上这个名号的省份 就能一飞冲天 经济发达 它之所以有价值好听 值得争抢 是因为江这户让江南这个名词 带有各种小桥流水人家 烟雨江南 才子佳人 与米之乡 人才辈出 富饶有钱的标志联想 如果江南这个地域名词是指韩国江南 你一下子就会想到整容 鸟书 觉得还稀罕吗 江这户抛弃江南 改叫江东 吴越 太湖也好 那江东 吴越 太湖 就会成为值得争抢融入的名词 江南的美好印象 会转移到这俩词身上 所以 安徽 江西人 在乎的真的是江南这个名号吗 不 是想要江南这个名号带来的美好辐射 但是这些美好辐射本质不是江南这个词自带的 是江这户经济发达 人文水平高带来的 他们大不了换个词 你们也不会因为抢到这个词而 GDP人均收入一飞冲天 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要实现真正的江这户碗 让江这户带碗 拉一下经济罢了 但江这户异常认同围绕江南这个概念 非常认可彼此 即便国家说你们带带碗 也很难让江这户打从心里认可碗的加入 真把碗当自家人 那咋办呢 想办法让江这户认为 碗自古就和他们是一家是最好的办法 如何实现呢 物从江南的定义入手 但是本质上江南也只是个名词 随便怎么定义 乐意的话 我管北欧哪块百大叫江南都行 就像历史上 宁波叫明州 西安洛阳是首都 宁波换了名就不行了吗 西安洛阳以前是首都 那现在你们认吗 江这户该不带还是不带啊 现代古代 凭啥现代观念就不算数呢 古代也是江这户啊 只不过还加上安徽 江西 湖南 要按照某些安徽人定义 只有安徽南京才算江南 那现在江南道 江南省不都没了吗 要么大家都不是江南 就当没江南这块地方 要么按照自个的定义 安徽也算是被除名了 只不过除名的晚点 江南省解散后就不算江南了 现代的江南 不就和江南道后的江南省一样吗 只不过 现代没有名为江南的行政划分 是和东北一样的概念划分 既然你不认划分江南省时被除名的那些江南道地区 那被现代划分除名的安徽 为啥又要认呢 所以说按照回答李安徽人的定义 要么没有江南 要么江浙户不存在待晚的 对了 东北其实也有相似的问题 那么 请问现在提起东北只想到东三省 是否是因为东北有钱洗脑塞人嘴呢 当然 你要说和江浙户有钱没关系 那是不可能 但不是你们想的用钞票贿赂大脑嘴吧 哪年哪月有江浙户人给你打钱 言明江南直指江浙户了吗 而是说白了 现在就江浙户符合老百姓对江南这个词的美好幻想 当人们以江南的眼光去看待江浙户时 江浙户的一言一行又反馈到了江南这个名词身上 人们又会觉得哦 像江浙户这样的才叫江南 所以 在肉眼可见的未来里 哪怕安徽江西经济发展起来 变得不亚于江浙户 只要有和江浙户明显不同的人文语言习俗作风 就不会被认为是江南 也不会被认为是一伙的 尤其是在这个有记忆的互联网时代 想重新体会几百年前的江南名号 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 落户江浙户彻底规划 成为新江浙户人 而且 碗北和苏北一样 都是货真价实的秦岭淮河北 碗北也算的话 那苏北算不算江南呢? 苏北算的话 那江北是谁? 不过经济发展起来了 我很好奇你们还会不会在乎江南的称号 据我所知 这个也就碗南人执着 碗中碗北因为有好处也跟着起哄 但其实内心深处对什么江浙户 江南并没有亲近感 毕竟根本上就不是同一人文的 你看湖北湖南在乎江南名号吗? 我估计江浙户把他们拉进来 都白白手不要不要吧? 为啥呢? 还是自己强了 和江浙户人文语言也差得远 压根拧不到一起 为啥要一起混呢? 人家京畜大地不好听吗? 安徽江西还是自己好好发展吧 我知道 碗南有五语辉语区 说官话的也和南京人文差不多 江西上饶也是五语区 尤其马鞍山出了名的想规划南京 关键这些地区人太少了 影响力太小了 不能学苏南和省内别的地区势力对立划分 不划分对立 可这吃里爬外的两头混 安徽江西能爽快不成 还是彻底脱省 地能划给江浙户不成 学苏南苏北省内对立分裂 带着整个安徽江西规划 其他地方的人能同意 只能留地人滚吧 像马鞍山那样 妄想直接连地 带人划归到江苏南京 那是不可能的 至于安徽江西其他地区 或者说安徽江西绝大部分地区人口 根本就和江浙户没有任何人文血缘关系 不知道为啥要硬凑一起 也跟着这炒江南概念 为了钱真不至于